丹丽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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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1996年开始 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支丹丽河产现了第一枚卵 从此我就开始做丹顶鹤人工繁育工作 1996年我孵化出了一个很瘦小的小鹤鼠 我给它起个名叫小布点 每当我喊到小布点的时候 遥远的龙舌当中肯定会出回应的 我觉得早些年的工作是很艰难的 你包括丹顶鹤的饲养管理 就是靠自己逐渐去积累墨索 我们要通过野花训练 训练它这几个能力 第一个就是一个飞翔能力 第二个是一个野外密集能力 第三个是一个自我的防御能力 同时逐渐减少咱们的食物供应 让它逐渐越来越远离咱们到野外去 找它一些可口的食物来源 我希望在我退休那天 没有养鹤的龙舌存站 它们已经成功地融入到大展能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